年尾還有新電視開箱 而且是旗艦級 今天來到Samsung S95B 就是他們今年的壓軸旗艦的4K OLED TV Samsung很多年都沒有做OLED TV 在1、2、1、4年其實他們都有發展過 今年他們就開發了新的QD OLED面板 將他們的量子點技術配合OLED的優勢 所以就出了一塊新的面板 今次來到我們測試的就是他們的第一個作品 S95B 究竟這部電視機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立即和大家開箱看看 未和大家開箱實試之前 提醒大家 訂閱我們的頻道 讚好這條影片 分享給你的朋友 有些留言給我們 讓我們這條影片更多人看到 大家可以知道你們的意見 究竟是怎樣的 讓我們頻道更多 先說一下盒子 這個Samsung S95B 都是他們的最新旗艦 左上角有一個Samsung Logo 右上角有大大隻OLED 這次我們借回來的 就是一個65吋的型號 接下來就看不到特別的東西 還有我自己就覺得這個盒子很淺薄 究竟開箱的樣子是怎樣 跟大家開箱了這個S95B 未必要讓大家看看這個S95B 這個這麼淺薄的機身 雖然它是用了QD OLED 但其實它的幼度 都和OLED面板是差不多 我看到就好像差不多一樣 它的厚度 我們先用5元銀子去比較一下 其實5元銀子跟它真的不相伯仲 非常之薄 而下面這個位置 就會是它的零件 或者是有些進入的位置 看到這個圖片 就是非常之靈性的 Samsung One Connect Box 的一個圖片 進入位等等 都在這個箱子上 我開箱子給大家看看 我面前就是Samsung S95B 65吋的背板位置 看到它這裏就是OLED面板 下面這個就是它們的中心位置 裡面其實就 右邊這裡就會是一個電源線的位置 左邊就是所有的Input 而這個就是一個座桌的擺法 它這隻腳也挺容易組裝的 掛了一個架子上去 一拍就已經搞定了 基本上玩了4顆螺絲 就已經可以安裝到座桌腳架 現在跟大家說一下Input位置的細節 首先看到我們有一個LAN的出入位 一個1000MB的支援 接著有一個光纖輸出 另外HDMI1和HDMI2 看到它的Logo 就有一個遊戲機Console 即是它是支援遊戲模式 和4K120 另外旁邊有HDMI3支援EARC 以及4都會在上面 再上面就是兩個USB插頭位 這個就寫著一個A的5W 插一下DISC就適合它了 終於轉到機身了 電視就開了 裡面也是搭載了他們的自家Tyson OS 2022年版本 在這個Home menu裡面 其實我們都看到一般常用的串流軟件都在這裡 接著再插進去就會見到有Disney Plus 一邊的Recommendation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建議選項 而這一部的S95B外觀 就是一個非常薄的邊框 電視機的屏佔比非常高 很低調地在右下角 就會有一個Samsung Logo 而這一種的座袋設計 都是非常欣賞的一種座袋腳 大家當然想知道它的聲音效果 現在我們會找一部4K UHD Player 接駁後就實施一下 在4K UHD 的效果 聲音和畫面的質素 究竟能給到什麼第一身的感覺 這部SAMSUNG S95B QD OLED 4K TV 是搭載了New Quantum Processor With 4K Upscaling 的處理器 配上最新的QD OLED 面板 在4K 120Hz 裡面 還有一個Motion X Character Turbo Plus 可以令到打機的流暢度提升 HDR 方面會有HDR 10 HDR 10 Plus HDR 10 Plus Addactive 以及HLG 它們在Quantum HDL OLED 上 可以達到適合100% With Quantum Dock 的技術 2.2.2 60W 度比Atmos 的輸出 而且支援同廠的Wireless Atmos 的連線 價錢方面 65 吋是36,980 元 55 吋是22,980 元 1.2 60W 畫面 畫面真的很誇張 剛剛用了4K UHD 螢幕器 Magnetar UDP-800 接駁了HDMI 線 插進HDMI 3 桶 我中間也試了幾套電影 有Top Gun 有Batman 有大娛樂家 今次Samsung 重新再出OLED 電視機 我覺得它完全用了晶片處理器 好好地發揮在QD OLED 面板上 以前我們試用Samsung 電視機 其實有AI模式很少使用 但今次我發現AI模式除了可以使用 亦是混出了Samsung 獨家的顏色 這塊的QD OLED 面板 我覺得在紅色和綠色上 的確有一個非常耀眼的顯示 因為今次用上OLED 面板 在黑位上可以做到完全熄滅了像素點 所以今次的黑位是非常實 而它的紅色和綠色的表達 非常討好 其實QD OLED 面板是甚麼技術 它本身也是OLED 面板 它在中間加多一塊量子點的分層 令到紅色和綠色的鮮艷度更高 所以為甚麼之前的 Neuro QLED 電視機 為甚麼可以說 這麼快就可以把 DCI PV 的色域 去到100% 甚至乎更高 就是因為它這個技術 令整個色域擴闊了 Samsung 亦都是用它們最沙加的 兩種顏色的耀眼的感覺 來取悦觀眾 我覺得它是非常厲害地用到這個功能 另外它除了有 AI 功能這次可以使用之外 其實它亦都有 Thin-made 卡模式 當你安裝了 AI 模式 在以前來說 我會覺得它太光太爆太利 但今次在 S95B 中 用 AI 模式反而我會覺得 光線充足、光暗度很討好 而且顏色的銳利度是剛剛好 紅色和綠色都是有少許誇張 但是可以有一個令你耳目一新的感覺 就是你各樣的東西都看得很清楚 平時我看其他的投影機或者電視機都好 我很少留意到它嘴上的汗 原來是比臉更厲害的 在這個 S95B 中 我完全可以一眼就看得到 很容易你就會看得到 有很多電影中的細節細節 你是可以很容易地一眼看得到 好像 Batman 有一段 就是黑夜的情況下 它被機關槍掃射那一段 很殘眼的槍火光線 之後就會瞬間進入超黑的位置 這完全正正就是 將它們以前在 NeoQLED 中 那種超級快的順便做不到 它今次就在這個 S95B 中做出來 另外大娛樂家那一部分 更加有一個很誇張的情況 就是本身有一個情景就是 主角的老婆有一個畫面本身很開心 然後後面有人指沉沉 之後她就很黑面 我以前一直看那麼久 原來我不知道 原來講話指沉沉的女人 原來就是她後面那個 因為一向來我都會看到 只是聽到聲音而已 但我以為是隔壁或者是鏡頭以外的人 但今次我又可以清楚看到 後面那個女人說了一句對白 而嘴形又是配合電視畫面出來的聲音 因為我覺得今次是看多了東西之餘 不是推高鏡頭而去看多了東西 而是因為畫面清晰度大了很多 而我看多了很多東西 有些人會覺得太誇張 太過不像電影的感覺 但幸好它也有一個 鏡頭給大家做一個調校 我覺得是正的 所以今次我試完這個4K UHD 碟 我已經這麼多留言給大家 就是因為這是我第一身即時的感覺 當然我亦會繼續試這個串流平台 包括Disney Plus 和Netflix 還會和大家玩遊戲機 甚至乎都看完電視 不如先和大家先試這個串流電影 究竟出來的效果如何 我試一下 刚刚在Netflix和Disney Plus 里找了几套电影 Disney Plus 找了奇艺博士 4K HDR 的解像度 基本上颜色和立体感 都没有太大问题 非常讨好 另外在Netflix 里找了几套电影 包括这一套奇珍柜 很难读的名字 吉拉域大拖路之奇珍柜 找了第六集的章节 他们去到教堂里面 哈利波特 里面的名字 如果大家知道 他现在大了很多 在相头上都觉得他挺严惨 他是一个4K HDR 的画出 声音是Atmos 在这个环境下 因为Samsung 的电视机 都不支援Dubi Vision 但在4K HDR 里面 你不会感觉到 黑位不够黑 光位不够光 这件事我认为绝对不是问题 绝对没有这个情况 而在里面的场景 我亦都会看到 整个教堂的气氛颜色 以及整体的细节 其实都是非常之厉害 尤其是荣因 他的臉的瘦骨鱼胸 以及一些烏尼单刀的东西 你都可以在S95B 里面 看得清清楚楚 接着我在Netflix 里面 找到两套 Full HD 电影 一套是旺角卡门 一套是红Van 因为在Samsung 电视来说 一向做Upscale 都是一个耍家的功能 所以特地在里面找到两套 HD 电影 红Van 来说我觉得深刻一点 因为有一个照片 其实它们在小巴里面 大家在说话 介绍自己 我用了 AI 模式来看 既够光线之余 在流畅度也讨好 还有整个Van 的立体感 因为它是在前座位看过去 后座位前后的景深是非常出色的 这也是在Samsung 这一代电视机里 加入了一个景深功能 其实在运算上 它将主体凸凸出来 大家看主体时 就会觉得很凸凸出来的感觉 在 Full HD 里面 都可以看到 我觉得它是能够做到的 另外上边讲一下 刚才也有讲的 4G UHD 和 Full HD 也好 或者是 Netflix 也好 刚才也有讲过 AI 模式今次是可以食用的 但在那个模式里面 其实也有一些小小的调节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这些游戏就彈出来了 按了 Quick Menu 之后 AI 模式按下之后 其实它有两个模式 一个就是 Optimizer 一个就是舒眼模式 这两个模式之下 其实我调教都是调教这个 Optimizer 这个位置 Expert Setting 里面 本身这个 Brightness 其实是较到50 下面 Contrast 也是50 我自己在这里轻轻调教了 将 Brightness 减低一点 就较到30 另外 Contrast 里面 其实你可以因应自己的需要 来做个调教 如果你觉得太刺眼 或者对比度太厚太光 就可以在这里减低一点 另外有一个位置是重要的 就是 Picture Clarity Setting 这个其实就等于 Motion Flow 即是流畅度究竟是怎样设定的 如果你想设定一个有电影感 但不要拖尾的效果 其实你可以把 Blur Reduction 设置为 2 然后这个Juda 设置为 1 这两个这么细微的设定 其实可以帮助你把流畅度加倍 但保留电影 24p 的感觉 你可以试试这里再调教大 因为一调教大画面 但一旦去得快时 其实你就会看到一些数码残影 所以这个也是重要的 另外这个 Noise Reduction 就是自己去因应自己的喜好 你会否设定 好 当你调教完这个流畅度之后 其实你还有一个位置 可以做一个调教 就是 Preq Brightness 因为本身Default 其实在 Filmmaker Mode 或者是 Movie Mode 里面 这个 Preq Brightness 相对比较暗一点 它会是 Off 了的 整体画面你会觉得 虽然对比度很厉害 黑位很实 但有少少过实的情况 我会设定中间这个位置 其实相对来说 整体画面的光度 就可以提升了一级 但就不会觉得有蜡眼或蜡眼的感觉 这几个设定都是我试试了这半天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设定 试完看电影 我们当然就要试试看电视 我们稍后就会找几堂不同的电视节目 跟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看看在1080的电视节目里 经过它的声纹会是什么效果 这间酒店除了非洲风情之外 还有重临 刚刚用了Magic TV 这部Samsung S95B 播放FHD 电视节目 看了几个不同的节目 有重新出发 也有ViuTV的一些节目 近年来说 我们都觉得在广播格式上 以及Beatway上 所有电视台都压低了 就算Samsung S95B 的Upscaling 做得挺好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画面 但是当你走近一点看的时候 难免会看到头发丝有点鋸齿纹 而且最重要是因为Beatway不够 面上的肤色是有机会有点漸层的情况出现 我觉得在越大的Panel 上面 都非常明显地看到 所以我都建议 如果大家很喜欢看电视节目的话 其实距离也要有差不多 像这个65吋 我都建议大家最少在六七尺之后看 就会比较好 但观众论点也好 我们看电视节目来说 其实都算是可以接受 不算是太过好的一个画质 所以我就把心一环了 不如读入Youtube看看吧 就是用这个4K HDR的一个笑录机 去做这个街拍 它是在走着倫敦的圣诞灯式的一条片 这个位置我不得不 posh 一下给大家看看 因为在这个画面上 颜色、光的反光位 以及灯的一些掩影位 你会看到这些位置 其实那些的漸变是非常之厉害的 是挺舒服 而且在立体感和深度做得非常之好 因为光度足够 你看到这盏灯的光度这么强 后面这些黑位其实可以做到很独立的一个发光 这也是OLED 面板最好的地方 就是可以光的地方出尽它 然后黑的地方就可以把它颠暗 而且可以做到对比分明非常之好 所以就像这个画面 是一个夜晚的形式 但是在这间店铺里面的光线也非常之正 另外我们会留意这个招牌位置 因为它有一盏光管射到这里 整个感觉就像你自身现场一样的感觉 现在YouTube 4K HDR 效果质素 其实已经非常之不错 之余这部电视机亦都可以充分地使用到 它的材料里面给到的一些细节 这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这个电视机试炎之后 我当然会和大家打下机 因为这部电视机来说 其实都可以4个HDMI 都是支援4K 120Hz 和所有的打机功能 所以现在我就拿一部Xbox Series X 就随便插一个POD 就和大家看看它本身可以吃到什么方法 先看看 刚刚我们在这个Samsung S95B 里面 博了一部Xbox Series X 打了一阵的Sniper Elite 5 吃尽了4K 120Hz 和 HDR 效果 正确来说我觉得画面的流畅度非常高之外 所有东西都很利益 在Game Mode 里面 其实画面是特别戒眼的 不过幸运它也有HDR 的功能 可以给大家 4K 120Hz 的HDR 可以在电视上去尽 Samsung 的电视上 其实在Remote 上有一个按键 Play 和Pause 的按键 你只要按住它 之后它就会出了一个Game Bar 的东西 出了这个Game Bar 其实就方便一些打机的朋友 知道自己现在这部电视机 和Xbox Arc 手上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会看到 它这里有个Game Picture Mode 有几个不同的选择 有Standard、RPG 看看自己的喜好来做一个选择 另外最重要就是这些数字 在Xbox 的设定里 其实都会看到电视机支援制式 包括了4K 60Hz、120Hz 和打机的支援 其实都在这里 我们也看到除了Dulby Vision 的位置 会灰了之外 基本上其他地方都会贴抬 所以在打机上来说 其实这个 Samsung 电视机的支援 也是非常之好 好了 今天就很爽快地用了一天的时间 和大家开箱这个 Samsung S95B 这部 4K QD OLED 的电视 这部智能电视 其实在软件来说 Samsung 的 Tizen OS 的反应是非常之不错的 在这个 QD OLED 面板上 其实很多人都会知道 除了 Samsung 之外 而另一个厂牌 Sony 的 A95K 都会用上同一面板 所以在这个话题上 大家都会说究竟哪部机比较好 而我自己就会觉得 其实用同一面板 就很考虑各个厂商的画面的处理能力 Samsung 来说 我觉得常常有人会说 它不支援 Dueli Vision 怎样怎样 但是在试过这么多部的 Samsung 电视 真心说它的 HDR 运算和处理 其实比起一些有 Dueli Vision 格式的电视机 有个之而无不及很多 所以其实格式究竟是否重要 的确有些朋友来说是重要的 但是如果真心说画质 我觉得 Samsung 已经用他们的经验 调出了一个是他们自己的名称的效果 尤其是红色、绿色和蓝色的三个颜色方面 他们可以做到一个非常要眼而死 很讨好的一种很刺激到人的鲜艳的颜色 而且去到今代来到这个 S95B 这个效果 就更加在一个顶不顺和很夸张之下 做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以前一些不可以食用的模式 例如说它的 AI 模式、很夸张的光线、很夸张的颜色 它都可以把它按到一个觉得舒服、自然 而且是觉得个人的一种颜色表现 当然如果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 我都希望是要翻一个标准的颜色 其实它在标准里面也有一个 Movie Mode 和 Filmmaker Mode 亦都更加可以用这个手机做Smart Calibration 在这里我们上次都试过 在色彩准确度来说都是非常之不高的 所以今代来说我觉得在画面上 是一个非常大的躍进 而且它可以用到全新 QD OLED 的面板 加上它的阔色域和光度 令到影像处理引擎的量子4K 的神经网络引擎 可以得以好好地完全发挥 我觉得是非常之正、非常适合用的 但这个画面虽然是正之外 其实声音都重要的 我发觉今次这部S95B 在声音方面其实是非常之有惊喜的 因为它后面的盒子可能较大 而它自己设置的喇叭位置也非常之好 虽然它没有了以前的围边喇叭的一种玩法 但它在整体的声音三频里面 我觉得它都做得非常之平均 尤其是低频 在这么小的一个电视的空间里面 其实它可以将低频做到有少少的肉地之外 高中音的平衡度非常之高 所以一开声来说我觉得 它的声音高中低层都挺不错的 已经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很圆润的一个声音效果 而且你刚才看TOPGIN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位置是飞到天空上的 其实它是有少少的指向性 可以在电视机后面的感觉 飞到前面的感觉 当然这个不会是我们有AVM 或者是Soundbar那种的感觉 但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我觉得它已经做得到声音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它这个2.2.2 而有60W的一个输出的音效 我觉得是绝对可以食用的 唯一一样东西就是它可以调教的音效模式 就真的相对比较少了 要么就只有Standard 要么就只有Amplified 当然你可以配合同厂的Soundbar 相信会更加多东西玩的 但在两个模式下 就比我们传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音乐模式 电影模式 它好像感觉就少了 但它也有一个AI的模式 令到声音都有所加持 这件事是对于一些不想烦 亦不想太复杂的朋友 可能是一种好事来都不停下来的 这一部Samsung S95B 画质上是非常之厉害的 颜色和亮度都非常之高 但它的黑位我觉得在调教的工程师里面 可能对这个OLED的黑色有少少迷戀 所以Defoct 开出来的时候 其实画面的黑位是非常之确实 我自己觉得有点确实了 所以如果大家回家的时候 其实有机会可能都想觉得画面太黑了 这个情况下就好像我刚才说了 在画面调教模式里面 去到Peak Brightness 里面 将光度调到中间 相对来说 整个画面就会有少少力水 而且你刚才看到的光颜色 亦都可以保持得到 这件事我觉得都非常之重要 分享这个Samsung S95B 4K QDO 就来到这里了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我 为什么你的评论永远只有你说 没有一些实质的数据 我自己就会觉得在一部电视来说 我们一般用家买回去 最紧要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而得到最好的效果 当然我都可以找到Sigmo 或者找到其他不同的朋友 来慢慢做个调教 拿很多不同的数据 但我自己就觉得 做一部电视机的评论 如果只是说数据的话 实在太无人性化了 我都希望很多朋友 其实在街上看到电视机 或者买了电视机回去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些实用的功能 可以令到它最方便最简单的 可以调教到你想要的画质 好了 今天真的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请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下小铃铛 我们有好东西就会通知大家看